合併工作表,那當然啊,其實合併工作,合跟分其實是相對的 也就是說呢,你只要,反正手邊一定會有這些資料啦 反正不管什麼資料,一定是多個欄位 然後一定是可以把它分出去的 也可以把它合回來,所以回去 假如說你工作時候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不然你就上班的時候多練習嘛 其實像這個東西其實也沒有別的訣竅 反正就是多練習,然後多應用 用久了之後的話,慢慢你也能夠熟人生巧 所以這邊也沒什麼啦,就是快速的幫你產生你要的資料而已 那快速分割,快速合併 那用久了其實大概也就是這些啦 如果剛開始還不太熟沒關係,你可以拿我的範本 稍微改一下嘛,至少你看得懂程式 而且我的程式的特色,盡可能是把那個程式最短化有沒有 我之前寫的反而比較多,然後越來越想說 不行,這太長了,這樣可能會增加同學的負擔 所以我們再想想看有沒有更精簡的方式 最後其實能短,能說就盡量說 那當然呢,坊間也有很多的書籍也在講這個部分 可是那個書籍裡面的程式你看看,哇,簡直是太複雜了吧 就有些像日本人寫的書,或者是說有幾本書我發現 明明很簡單的東西,它就弄得很複雜 那我盡可能把一些這個能夠縮短的盡量就縮短了 那最後的話呢,請各位再來練習就是把326這一題做個變化 所以你們在刪除這個總表之前 先確定,你們先產生的3個 所以這個地方,先產生3個分割工作表這個東西 123,因為你要分出去之後才能夠結合回來 那你不要把它刪掉之後,發現後面沒有123班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有123班 然後呢,再來把這一塊A2一直到往下的資料刪掉 然後再把123班的資料分別再把它放回來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它放回來最簡單 這個也是蠻多同學常常問的問題 如果要把多個工作表的東西合併回來,怎麼樣最簡單 那當然喔,第一個你可以想到的,有沒有 其實喔,第一個你要想到的就是,欸,你要... 因為我要的資料其實從A2一直到1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呢,只要我們先把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再配合一個方法叫點Copy Copy到哪裡呢?Copy到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欸,那我怎麼知道這裡是哪裡,第二列 可是問題來了喔,假如模擬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Copy,複製一下 然後貼過來之後,有沒有 第一個喔,貼過來了,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2班,那我2班怎麼知道貼到哪裡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方法,你可以Ctrl向下 再把它加1,不就好了 有沒有,就是說你可以向下追蹤 追蹤到之後加1,那就是把2班的資料貼到這裡 就OK了喔,所以喔,程式該如何撰寫啦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我這個程式已經寫好了 在哪裡,在這裡,OK,把這邊先刪掉一下 我剛剛有demo給各位看 那這個程式的話基本上喔,不多 總共的話呢,就只有幾行而已呢? 總共一個回圈,加一個K 然後再加,總共6行而已 並不多,OK 那要怎麼做喔,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想法是這樣喔,第一個 我們就是先把資料PO過 所以我一樣喔,先打一個Sub 然後合併工作表,Enter一下,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就是說我今天要把 這個應該是第二個工作表 所以這邊的話呢,基本上我就Shit Shit 所以跨工作表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哪個工作表 第幾個,第二個工作表 裡面的range 所以這個可以先不要打,沒關係 我們先先切過來,切到這邊 那我要copy的範圍是range 你可以先切,然後之後記得要加一下 從哪裡呢?從A2 再把它放大一下,反正這個好像太小 放大一下 從A2到,有沒有,冒號到17 可是問題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Ctrl向下 那我怎麼知道最下面一列是哪裡 當然你現在是17 可是未來呢,不見得一定是7 你如果用第二班的話 那可能就是Ctrl向下 可能就3 如果是這邊的話呢,那就Ctrl向下 那就是4 所以呢,理論上我們應該點Copy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這邊的A2 所以理論上這邊的A2的話 那我可以寫成什麼 寫成Shits 第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A1 那A1的話我可以直接用range A1好了 A1 可以選擇 A1 可以選擇 A1 可以選擇 A1 OK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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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思考的點就是這個地方 7的部分 要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像剛剛一樣 用R好了 R等於什麼 向下追蹤 從哪邊追蹤呢? 從A1 所以range A1 然後 向下追蹤 點END 有沒有 END 然後 前刮符 向下的話 SL DOWN 點RO 這樣子 然後再把 一樣的方式 再把這個R 有沒有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把7delete掉 ANDR就可以了 AND 空一個R 好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會每一次 向下追蹤 到的位置 就會不一樣 好 所以理論上 我們這樣Copy 他就會幫我Core過來這邊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點 我們有 二 三 四個工作表 所以你上面可以再加一個回圈 叫做 4 i 等於 第二個工作表 到 第四個工作表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這個就是 工作表範圍 然後 再來的話 複製 就是直接把這兩行 複製到裡面 然後 把這邊按個TAB 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這個前面再加哪個工作表 我們就是 Sheets S-H-E-E-T-S 刮鬍 第I 一個 工作表 所以 他這個時候 假設是 2的話 那指的是一般 下一個的話 那就是二般 下一個變三 一般 二般 三般 的範圍 摳過去 可是問題來了 摳到 1裡面的A1 不對啊 我看一下A1 不是A1 應該A2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 第一 一般摳到A2 然後呢 二般也摳到A2 三般也摳到A2 那不就被蓋掉了 所以理論上 這個數字 恐怕要改一下 所以要改哪個數字 那一樣 其實有 這個2的數字 我們可以 我以前習慣 如果是向下追蹤的話 那我通常 還記得我通常 習慣用一個K K等於2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邊加個K 那把這邊改 或者這邊 用Sales也可以 Sales 因為如果你這邊會變 Sales的 剛剛是2 豆點A 你也可以用 RangeA2 也可以寫成 Sales 2 豆點A 那把這邊改成K 好 那如果改成 K之後的話 欸 不對啊 那這樣的話 它 過來 就是放第一次 基本上是放在A2 可是問題來了 那之後的話 K 等於向下追蹤 那誰向下追蹤 從RangeA1 向下追蹤 那哪一個工作表 記得喔 從ShiftE工作表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然後呢 把它跟他講一下 這個是在第一個工作表 這邊 的A1 向下追蹤 記得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追蹤到的下一個列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像理論上 我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K 然後向下追蹤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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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應該層次都寫完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如果你不確定說 層次寫 像Ovo K 我是建議 你可以按F8 先跑一下 F8 然後主行跑 K等於2 然後我們I等於2開始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 這個向下 不對 這個向下 應該這個指的是 第I一個向下的追蹤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第I一個指的是 一般的向下的追蹤才對喔 所以這邊可能要加一下 哪一個向下的追蹤 把他back一下 倒測一下 讓他再跑 所以R看一下 R裡面7 看一下是不是7 沒錯 總共是7列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那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以後 我們按鈕 基本上是放在這裡的話 那這個 序值1就不需要加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不加 沒關係 因為序值1 它本身就在序值1 所以這裡的話可以不加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自己加裡面 你前面這個序值1 就可以不用加 當然你加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不加 可以讓程式縮短一點點 看起來比較清爽 那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 就從 序值2 所以I下等於2 序值2裡面的這個範圍 幫我摳到 我現在的A2儲存格 所以摳到這裡 一般摳過來了 好 那接下來 因為等一下要向下 貼的話 應該再來 本來A2 改成A8才對 OK 那所以呢 K應該等於8 怎麼知道是8 向下追蹤 有沒有 這個是應該7 7加1變8 所以K等於8 看一下 K等於8 OK 也K等於8 所以等一下會從 2班的話 會放在 K8的位置 OK 看一下 下一個 那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 I等於3 那等於是第三個工作表 第三個工作表 向下追蹤之後呢 那得到的是3 意思就是說 2班呢 它最下面一列是3 一樣把它摳過來 摳到A8的位置 摳到這裡 所以應該摳兩個吧 OK 應該3嘛 那去掉那個 藍位名稱的話 那再來一樣 因為等一下要向下追蹤 放在這裡 所以追蹤應該是9 所以這個應該是得到9 9加1 那變成10 所以K裡面的話 就是等於10 有沒有OK 然後呢 再三班就繼續摳了 所以三班再來的話 三班應該是 I等於4嘛 然後R等於4 意思說它扣掉1的話 三筆資料 把它摳過來 OK 那其實 再來的話 其實K沒有用 所以其實這一行 不加其實也沒關係 然後NAS 就離開了 AND SUB OK 大功告成 所以理論上 寫出來的結果 你想說這怎麼寫的 其實有的時候 主要關鍵呢 是可以先寫這一行 最關鍵的就是這一行 其他的都是衍生出來的 OK 所以呢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我看一下 我基本上寫出來的答案 應該跟剛剛這個應該是 沒有太大的差別 比較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Range 你可以用Sales OK 我剛剛這邊 後來我把它改成Sales Sales的K列A欄 有沒有 那跟寫成這樣 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說這個地方 是ANDK 差別在這裡而已 其他的話 這個一樣 那其他這邊也都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請各位試試看 可以參考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 第七頁的地方 有個合併工作表的部分 來 試試看